那外孙女 就将这些东西 替您料理了 好 好啊 献术厚礼 之后苏家 便找了我那同僚 列出所有的田庄地契 对着那红气是一张一张的对 不过那苏家 确实是富甲一方 乔家大郎 当时就无话可说了 看来用不了多时啊 乔家便是双喜临门喽 嗯 当年的圣上留不住他 本王也奈何不了他 他却偏偏嫁给那个什么 姓苏的 哎呀 也不知道前些日子 哪位痴青郎当街懒喜笑 生怕 得 当我没说啊 你 你 有钱科 那陛下有顾虑 不过行舟 这苏家 对这个柳娘子 确实是亲囊相待啊 本王也是亲囊相待啊 他多看过我一眼没有 现在为了银钱 要嫁给那个姓苏的 那还是他柳面堂嘛 那如你所说 这苏乔两家的婚书 我就不用给你看了吧 谁的婚书 国伍 忍